本题为100年指考题 请同学先按暂停键观看题目 看完题目后再继续播放 导线与磁针距离为R 当导线未通电时 磁针指向北方 因为此时磁针只受地球磁场作用 当导线通过一电流I时 除了原来的地磁 磁针又同时受到导线电流产生的磁场作用 磁针向西方偏转 如果导线电流产生的磁场大小为B1 磁针受到的影响是两个磁场总和 称为磁场B核 其中导线所产生的磁场B1等于2πR分之μ0I R为10公分 也就是0.1公尺 代入后可得 B1等于2π乘以0.1分之μ0I 当导线电流移动后 与磁针距离变为20公分 也就是0.2公尺 此时电流变为I2 磁场B2等于2π乘以0.2分之μ0I2 若要保持磁针角度不变 也就是导线所产生的磁场不变 故B1需等于B2 代入两磁场量值 等号两边同时除以2π分之μ0 计算后可得 I2等于2I 故导线电流 需调整为原本电流的两倍 才能保持磁针夹角不变 本题正确答案为D选项